乌日大都区拥有大片的军用地 但成功领营区近年来兵力锐减 邻近的旺高辽碉堡更是封闭多年 有议员就指出 军用地任行荒废是变向阻碍地方发展 因此建议市府收回重新规划 促进地方观光 市长也回应 针对这个区域打算展开大渡山计划 成功里的用地也包含在其中 都将纳入规划 兵力逐年减少 300公顷大的成功力 也变成地方的环境跟治安问题 而旺高辽的碉堡 也封闭多年相当可惜 议事堂上 有律议员向市长提出 与军方协调活化闲置军用地 来带动地方发展 把我们成功领的部分 是能够释放一些 投赤出来做景点 不管是提供当地人民的散步 或是说 可以用漆弹射击 让这些年轻人 他当兵了以后 可以再回去成功林 去欣赏他以前做当兵的时候 就营地的一些乐趣 附近就是一个清新饭店 然后旺高辽又是成功领 这都非常近 乘地买5分钟就够了 目前市府正在进行 大台中区域计划 而军用地的释出也是目标之一 不排除会将成功力 来作为第一个 与军方协调的用地 而针对沿线 也另有大都山计划 而针对地方的运动建设 有议员也为延闹多年的 清水运动公园请命 要求运动局要给个答案 别让地方再苦苦等候 我一直看到 草马的运动中心 还有我们北区的运动中心 陆续都要完成了 可是这个清水运动公园 遥遥无奇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依据 建比率60%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重新公告 来做设计跟招标的工作 因为原来设计的建筑师呢 他拖了这么多年 他认为说他整个的一个 作业成本他无法承担 所以他提出要解约 卡关多年的清水运动公园 终于有了解套 而在议员的督促下 规划进度是露出了曙光 运动局宇诺会加快脚步 落实计划 记者林佳化 台中采访不到 帅管局宇诺会加快脚步 还能被判断